创建第一个机器人后 您将能够在机器人选项卡中看到它 在这里您可以启用或禁用您的机器人 编辑机器人或者完全删除它 还可以检查显示警报状态的日志 日志文件不显示策略是否成功输入 它只显示Wonderbit Trading是否成功接收和处理 TradingView警报 要检查仓位是否实际开仓 您需要点击信息图标或者切换到仓位头寸页面